近日,俄罗斯再次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,找到了美国的制裁,这种事对于俄罗斯来说也见怪不怪了。 俄罗斯常年都享受着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各种制裁措施,至今仍然能够威视欧洲斯克美国,自然是有着自己的生存之道。 自苏联解体之后,俄罗斯一蹶不振,国内经济萧条,直到近些年来,开始出现好转,俄罗斯收入的其中一个大头,来自军火贸易,俄制军工产品的口碑有目共赌,质量性能都属上成。 价格,也十分的厚道,深受众毒国家喜爱,其中亚洲的两个大国,印度和中国,都是俄罗斯军火的老客户,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,几十年来间,俄制装备身影,一直都没有伴出过我们的视线。 中国军工行业能够巴架到现在这个高度,可以说完全离不开苏俄的帮助,印度的军工水平,虽然没能达到我们这样的高度,但是印度高居世界前列的军事力量,其中俄制武器撑起了半边天。 多年以来,印度都牢牢占制着,俄罗斯军火出口数量第一的宝座,直到近几年年,中国采购了一批苏道35战斗机和S400防空系统,才得一反超。 我们知道,印度的武器有着万国牌之称,印度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买买买,作为俄罗斯的大客户,不应该逼不过打部分装备,都能自主研发的中国。 这是为什么呢?日前,有俄罗斯专家进行了解是,一方面是这两年印度的资金有些根,不少。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的制裁,因为印度要购买S400系统,美国再次抄起制裁大坝普世淡淡,警告印度如果敢买,就会被美国制裁,同时还不断向印度推荐美制的防空系统,甚至连萨德这种看家宝贝,也可以卖给印度。 不过印度对这些都不敢嘛,就是长草S400,美国说什么都不好使,实际上印度采购S400的计划,早在2016年就已经获得了印度政府的初步批准,印度本身办事就不利索,再加上美国的恐吓,迟迟不敢下手。 不过最近俄罗斯略失小计,终于帮助印度下定了决心,这个计谋不是别的,就是直接给印度大俄的优惠。 据海外网本月23月报道,印额双方将会在10月份签订S400系统的采购协议,最终的成交价格为5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78亿元,这比最初谈判的价格65亿美元,整整少了10亿美刀,折合人民币约69亿,显然巨额的优惠上印度十分心动,彻底将美国的制裁抛到脑后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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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